我敢说啊 有一多半的人 没搞懂这个台调应该怎么玩 然后啊 搞了一堆什么 双前调法呀 这个调法 发明这个双前调法的人 压根就没玩明白这个台调 更没玩明白这个传统调 老孙虽然学历不高 但是那个时候啊 我物理的学习成绩啊 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当年还获过奖 相信在座的学习成绩啊 大多数都比我强 但是大家一定没有真正的动过脑筋 去研究这个调作 没事 你们的精力都用在这个 去挣钱上啊 这些事交给我来做 但是你们挣到钱以后 别忘了给我点个小赞来就行 首先说说台调啊 最开始的样子台调是要 旋坠调 八十年代由台湾传入了大陆 它的这个牵坠是旋着的 那个年代啊 我们钓鱼大部分都是 牵坠到底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是传统调 当年肖春平 廖大山 等等用这个旋坠调啊 在我们很多的钓鱼比赛当中 那是锁橡皮泥没有对手 我靠 台调这么厉害 哇 台调一下子开始风靡了 很快就普及开了 其实啊 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台调运用在场合是哪里 池塘 静气池啊 静气池是有标准的啊 你至少岸边是整齐的 水深是一样的啊 没有水草 没有水流 甚至于没有小大鱼 你的目标鱼已经设定好了的 而且是有很多的规矩 线杆长 线长啊 等等等等 关键是啊 它不允许你手炮握 你必须得一杆一杆 靠着这个双子线啊 双钩去往里面递握 这个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 啊 这两个鱼钩 它各自的功能和用途 下钩 是我们平时种鱼最多的钩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体会啊 那么这个上钩既然很少种鱼 它起了什么作用呢 上钩的一个功能就是 坐过的用的 另一个就是牵扯住这个浮飘 不让浮飘乱动 浮飘是有上千力的 我们的牵缀 加上鱼钩 再加上这个鱼饵的重量 一定要大于这个浮飘的上千力 才能稳定住这个浮飘 不乱跑 当年啊 条四条二 一钩青树底 一钩躺底 不就是这个状态吗 上钩重鱼少的原因 是因为上钩的紫线 紫线啊 是拉直的 鱼从哪个角度吃 都会存在挡口现象 吃的很不方便 但是下钩紫线是弯曲的 也就是一部分紫线是躺底的 鱼从任何角度吃 都很方便 所以下钩重鱼的这个几率 多 所以下钩这个重鱼几率 就比上钩重鱼几率高 那么我们大多数是野钓 并不是比赛 允许打握 上钩的功能 是不是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我们这根长紫线 在这个位置啊 加了一个配重 能够牵扯住这个浮飘不乱跑 还能使下钩这个紫线弯曲 是不是可以达到同等效果 哎 怎么看着像大家说的这个 双千钓组啊 哎你别说 这还真是双千钓组的升级版 啊 那么这个钩子看来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 咱们把它去掉吧 有教授就说了 那不行 啊 我还想钓双尾 也是啊 这个紫线即便党口 它也有时候会上鱼的啊 钩子越多 上鱼几率越大 对吧 那我这叫的双子线都躺底 是不是几率更大 那么我再把这个短子线上加一个签 是不是能做到了这个双子线躺底 看老孙多牛逼 发明了三千钓法 我太聪明了嘛 大家点个赞啊 重点来了啊 老孙的数学啊 其实学的也不凑 十以内的加研法 我已经到了这个 如果纯青的这个地步了 一年级的在校学生啊 不一定由我算的快 现在我们做一个数学应用题 看谁做的更快 假设我们这个浮飘 在露出来四目的时候 浮力是两颗 我们是不是需要大于两颗的重量 作用在这个吊阻上 才会使鱼钩到底浮飘稳定 我们这个上钩啊 搓一颗耳 下钩即便是空钩 也能做到这个调刺吊二 一钩处底 一钩躺底 那么上钩的耳料 假如说是一克 我把下钩的这个位置上啊 加一克的这个签 是不是同样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我们的配重一共是多少呢 二加一等于三 我没算错吧 那么我直接把这个旋坠钓的这个 签坠调整成三克 合并成一个签坠 是不是同样能达到这个效果 而且我现在做到这个 双钩到底 紫线弯曲 是不是不耽误你中双尾 其实啊 我说了一半的时候 很多聪明的吊友已经知道答案了 这是又玩回到我们以前的传统调了 只不过比较之前的传统调 更加精细一些 台吊圈啊 也管这个叫跑签吊法 大跑签小跑签 有的调师说了 你这个不够灵米 遇到流水怎么办 很简单 缩短子线 这个越短的紫线越灵米 但是我们调大鱼的时候啊 还是要长一点啊 对付流水的时候 我们就加签 留着再急再加签 上推浮飘 让浮飘这个斜着躺在这儿 一旦浮飘立了或者躺去了 那就是有余吹钩了 流水特别急特别急的时候 我们直接闷干了 闷干中签 看干烧怎么中鱼 还考虑什么灵米不灵米啊 不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弄得老孙又是物理 又是数学来论证 再有人说这个双千教组的时候啊 你就跟他说 有个老孙发的那个三千教组 比你这个更厉害